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把紫薯的皮浇干净 把紫薯切成片 紫薯里面没有发纹 放盘子里上锅成熟 西米也来煮一下 开水下锅 紫薯蒸了10分钟 看一下熟了没有 今天能插进去就熟了 可以了 蒸好的紫薯把它倒碗里 趁热加20克白糖 把紫薯压成泥 蒸熟的紫薯是200克 还加少量的纯牛奶 不要太多 再加适量的糯米粉 下手揉成团就可以了 能这样子捏成一个一个的就行 放一旁备用 西米也好了 把它捞出来过凉水 取一小块紫薯 把它按扁 把汤圆包进去 把汤圆包住就行 然后再把它团成球 这样一个就好了 把它放盘子里备用 哇 这是 漂亮的 西米到处来控干水 把西米搅在模具里 先搅一点点在底部 放一个纸薯 再放一层西米 喂 你要不要吃 真熟了我就吃 我等吃的 现在熟了 半生半熟 跟着桑嫂学甜点 我那个手长当 你要不要来学一下 三哥我看到了你 我的手里要饿了 我们下个月又去铁铁铁 带上 我来烫紫妍糖的 麻烦了 我吃饭了 好 新年了 看 漂亮 全部做好把它放蒸中里 上锅蒸10分钟 小火慢慢蒸 不然汤油会炸 会裂开 会裂开 直接弄了 放火 让它慢弄一下 西米球就好了 哇 漂亮不 紫薯西米球就做好了 软糯Q弹 晶莹剔透 做法也简单 你们想吃吗 想吃记得关注哦 现在吃QQ糖羊的西米 你怎么装成吃西米啊 一层一层往里头 哇 非常的软糯 原来汤油要蒸汁才好吃 不能够煮 煮的很好吃 老婆做的不好吃也得算好吃 是不是 不要太勉强